阳明海内外的台中国际花坦节在去年2016年举办之后 引起各界热烈的回响 今年台中国际花坦节从12月23号开始到明年元月7号为止 就在台中市厚里区的花田绿郎举办 台中市政府2017年12月19号还特别在市府会中楼举办一场开幕记者会 台中市副市长林林山在致辞中表示 这一次的花坦节持续台中花博的美感概念 结合了教育、生态、环保等议题 以花开的声音为主轴 推出全台湾首创的巨型花卉动态音乐盒三音花开 可看性相当高 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更精彩 这个整个场地有22公斤 有花坦这边就有三公顷 水线出来给各位看 它还有今年的特色是撒草种 直接在这个场地上 种花出来 今年的台中国际花坦节 现场有美丽的大面积花海 还有充满童趣的昆虫动物造型 立体花卉装置又孝心花博的视节魅力 台中花博吉祥物石虎也出现在记者会现场拼人气 因为去年花坦节吸引了145万人潮 预计今年会更多 所以台中市政府交通局特别呼吁民众 要多利用大众交通工具 节能减碳做环保改善空污 台中市观光旅游局长陈胜山表示 花坦节以台中市花三樱花为主 有一万颗以上的花卉 并且规划了台中特色美食区 荣特产品行销区 让参观的民众可以一边赏花 一边逛街购物 喜欢碾花惹草的民众 可以利用圣诞节 或者是元旦假期 一起来花坦节观光旅游 享受一段多彩多姿的美好假期 记者陈文旭 陈玉文台中报道 欢迎来到列宏太平淡